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王一博 朱一龙 张艺兴 时代少年团等群星璀璨 光彩夺目 大开云集非常豪华据悉 网上官宣了2024东方卫视的跨年晚会阵容 肖战携手包括朱一龙 王一博 张艺兴 谭剑刺 白敬廷等在内七大顶流 还有包括时代少年团在内的双爆组合 这样的豪华阵容 从一开始就着实让人期待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和东方卫视的关系不用多说了 多次登上东方卫视的跨年和春晚 官方非常欣赏肖战 每一次合作都非常顺利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都特别期待肖战的跨年和春晚舞台 没记错的话 去年好像都没有肖战 希望今年可以等来 在这样一场群星璀璨的大舞台 也想融入进去和大家一起欢呼 为喜欢的艺人打高 近日 肖战也是传来了两个好消息 分别对应了他的超高人气 以及无与伦比的商业价值 相信只要看完这两个好消息不管是谁都会惊叹一句 肖战真的扭 第一个好消息就是 肖战再一次创造出了一份世界级的记录 那就是他的单条发文点赞量居然超过了他的粉丝量 达到了惊人的3285万 而他的粉丝量也才3198.1万 点赞量能超过粉丝数 可以说哪怕放弃全球都是能排得上最前列的了 要知道 全球可是有几十亿人 海外那几个知名公众人物高达几个亿粉丝的账号 点赞量最高的都只有几千万 肖战这还仅只是国内的数据 就让登顶了世界前列 由此可见 说肖战粉丝活跃度是全球最高的也毫不夸张 而第二个好消息就是 一份业内人士对肖战成绩做出的评价 在这份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 肖战不仅被业界誉为代言王者 甚至他的抗拒能力 以及掏击商业价值地位 在业界人士眼中也是难以撼动的 难以撼动的商业价值 虽然说只是短短几个字 但这不仅让我们再次深刻地感受到了肖战的优秀 也看到了肖战在业界有着怎样的口碑了 当然 这份口碑 其实也透露出了一点 那就是作为业界公认权能偶像 肖战未来必将会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不管是人气也好 还是地位也罢 对于依旧不断努力的肖战来说还远不是终点 相信在可预见的未来 作为本人优秀艺人的肖战 一定会创造出更多惊人肖战主演的影视剧 在樱花国播放后都大受欢迎 这位颜值 身材完全常在国人审美点上的演员 在樱花国也已自然 不做作的演技和无可挑剔的盛世美颜圈粉无数近日 有樱花国电商网站统计出书籍杂志畅销排行榜 可以看到有肖战做封面或者内页有介绍肖战相关作品的杂志 肖亮就会碾压其他杂志强势登顶最近出版的E7 Fashion Pops 杂志所用的封面就是肖战的一张长发半身照 潇洒不羁中透着温文尔雅 非常标准的东方美男子 令人一眼难忘 一见倾心的那种 走出国门 肖战的受欢迎程度令人惊叹 可见 对于美好的人美好的事 不分民族 地狱 大家的喜爱是一致且都发自内心的不仅如此 肖战打卡过的山洞野游客激增 原来肖战发的生活照中 有一张在一个小众 风光以你的京郊公园山洞游玩的照片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 这里没有太多人工雕琢的痕迹 可以尽情享受那种鬼斧神功的天然之美照片 发出来之后 就有不少粉丝纷纷来到这里游览观光 拍照留念走一遍你走过的路 看一遍你看过的风景 还有不少粉丝拍了和肖战同角度照片 既和肖战欣赏了同一个景点的风光 也享受到游玩带给自己身心的愉悦与惬意 这双重快乐真实语言无法描述 给粉丝带来美好的追星体验 给商家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 肖战则宠辱不惊 淡泊如水 始终在剧组心无旁骛的拍戏 与肖战合作的平台和导演 对能够和肖战合作不仅12分满意 最主要的是 放心因为肖战真是全身心扑在拍戏上 不仅和导演 工作人员配合默契 而且能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难怪与肖战合作过的导演和演员 都对肖战的人品 业务能力 脏步绝口 射雕英雄传的拍摄也将接近尾声 作为金庸诞辰百年献礼作品 这部电影已经掉足了观众的胃口 其中会还原很多原著中的经典场面 比如郭靖用金燕功驯服玩劣的汉鞋宝马 郭靖直逞沙场 与敌军奋勇厮杀 届时不仅票房大卖 火到海外 相关拍摄的也会成为观众的打卡的 已经迫不及待想在电影院一睹 肖战版郭靖大侠的萨爽英姿了 肖战目前已顺利完成电影 射雕英雄传 侠之大者的拍摄 11月将无缝禁组参加拍摄古装悬疑大剧 《藏海戏林》 担任男主角《藏海戏林》 是根据想说作家南派三叔的随笔内容改编 是融合了悬疑 探案 权谋 复仇等诸多元素的古装大剧 情节跌宕起伏 该剧主人公汪藏海在盗墓笔记 多个篇章中都有提及 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大英雄 而刚刚拍完郭大侠的肖战 无论是形象还是心理状态 都完全符合这一角色的要求 这部剧将有可能成为 2025年的开年大剧 该剧的导演是指导过《甄嬛传》 《芈月传》等一众古装爆款剧的郑小龙导演 他有着丰富的古装剧拍摄经验 无疑能精准把控 赋予《藏海戏林》强劲的生命力 除了肖战外 人气小生李鸿逸预计也将加盟 《藏海戏林》出演男二号 李鸿逸不仅颜值出众 演技也是在不断打磨中稳步提升 古装造型又非常惊艳 有他的加盟一定会给该剧添加光彩 该剧女主将会由90后小花出演 剧传孙怡有可能加盟 她也是颜值与演技俱佳的女演员 肖战目前已顺利完成电影《射雕英雄传》 《侠之大者》的拍摄 11月将无缝禁组参加拍摄古装悬疑大剧《藏海戏林》 担任男主角 这无疑让桥首以盼的粉丝和观众朋友惊喜连练 《藏海戏林》 是根据小说作家南派三叔的随笔内容改编 是融合了悬疑 判案、权谋、复仇等诸多元素的古装大剧 情节跌宕起伏该剧主人公汪藏海在盗墓笔记 多个篇章中都有提及 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大英雄 而刚刚拍完郭大侠的肖战 无论是形象还是心理状态 都完全符合这一角色的要求 这部剧将有可能成为2025年的开年大剧 该剧的导演是指导过《甄嬛传》、《芈月传》 等一众古装爆款剧的郑小龙导演 她有着丰富的古装剧拍摄经验 无疑能精准把控 赋予、藏海细琳 强劲的生命力除了肖战外 人气小生李鸿逸预计也将加盟 藏海细琳 出演男二号李鸿逸不仅颜值出众 演技也是在不断打磨中稳步提升 古装造型又非常惊艳 有她的加盟一定会给该剧添加光彩 该剧女主将会由90后小花出演 剧传孙怡有可能加盟 她也是颜值与演技俱佳的女演员 大凯少会在孙怡 李一同两人中二选一张鲁一 田宇等实力派演员 也有可能在剧中出演角色 她也有可能在剧中出演